马斗福音 第二十八章 安息日记过,一周的第一日,天快亮时, 玛利亚·玛达勒娜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发生了大地震,因为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 上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他的容貌好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由于怕他,吓得打颤,变得好像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道, 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 你们来看看那安放过他的地方, 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 看,他们赶快离开坟墓,又恐惧又异常喜乐,跑去报告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随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 叫他们往加里泪亚去,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 当妇女离去的时候,有几个看守的兵士来到城里, 把所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司机长。 司机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之后,给了兵士许多钱, 嘱咐他们说, 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 如果这事为总督听见,有我们说好话,保管你们无事。 兵士拿了银钱,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 这消息就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一直到今天。 十一个门徒就往加里泪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 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 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 所以,你们要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